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 第737页 我们来看这个737页 500地址授记品 现在已经讲到 上次佛罗纳米多罗尼子的授记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1200阿罗汉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二十千二百阿罗汉心自在者 做事念 我等欢喜得位成有 若世尊各见授记 如于大地之者 不亦快呼 这个千二百阿罗汉 这是常随众 在佛陀那个时候 常随众就有千二百的大阿罗汉 这个都是正式过的 都是正式过阿罗汉的 那他们都心里看到前面都收记了 心里也非常想收记 所以我等欢喜得位成有 如果也能够被收记 他们都会非常的欢喜 不亦快呼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被收记 被收记 虽然说佛陀他在这个法华经 已经有讲 那个有听闻法华经的 跟法华经有结善缘的 即使举手低头 都可成佛 但是呢 这个呢还是要佛亲自收记 那他们才会感受到这个 非常欢喜的感受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佛之此等心之所念 告摩河加圣 四千二百阿罗汉 我今当现前次第 与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计 好 这是总记 受记里面总记 就是一次全部 受记 我今当现前次第与受 就是次第与受 它这个是 意思说 这底下要讲的 就是要次第的 来分别受下去 好 那一次讲完说 这是千二百阿罗汉皆可成佛 那么现在呢 准备要次第的跟大家讲 好 那第一个呢 别记 那第一 脚成佬比丘 就是脚成佬比丘 就是脚成佬比丘是为首 那脚成佬比丘呢 大家知道 他是佛陀那个时候 第一个被渡的比丘 那他因为过去生中 他曾经做过格力王 曾经做过格力王 那他后来佛陀就发愿 好 因为他被格力王 割结身体嘛 在金刚经里面 好 后来佛陀就发愿 未来他成佛第一个渡的 就是他了 好 所以今生呢 他就脚成佬比丘 就被渡了 好 所以你看好一个修行人 一个修行人 遇到逆缘的时候 逆缘的时候 他如果他好好的修 你所有跟他善缘逆缘的 未来都可能跟你就是有法缘 你不管是逆缘善 就是逆缘或是善缘 在未来生中 如果你发的你是清净之愿 好 愿跟你有缘的 你都能度化他而 度化他成佛 好 那逆缘的也很可能 都会成为你的善缘 好 但是你要转逆缘为善缘 你想想看 当初割立王割结佛陀的身体 佛陀过去生 那时候佛陀 因为被割这个身体 一定是很痛苦 可是佛陀没有一念成恒心 他那个忍辱就忍下来了 那怎么样只要能够转逆缘为善缘呢 就要靠忍辱跟法缘 这两件事情 忍辱跟法缘 法缘呢就是转逆缘为善缘 这个善缘是转成清净之法缘 要靠法缘 善的清净法缘要靠法缘 因为既然今生他割结佛陀的身体 那所以未来当中当碰到的缘呢 他一定要还 也要还这个债 要还这个债 那这个债如果还的时候 就说我要度他的时候了 以前我曾经去看过有一个 有一位老师傅 有一天呢他在外面 那个蚊子在咬他 坐在外面乘凉蚊子在咬他 他就发愿了 未来这个蚊子呢 我就是这个给他咬 那给他一点这个 就是结这个善缘 未来生中遇见的时候 我愿意更有更大的智慧 慈悲来度化他 那这是不是今生有不知给他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善缘 你未来生中 你碰到的时候就是善缘 所以你跟他的互动都是善 你说话跟他开示佛法 甚至你出家你跟他皈依 这个都就很顺了 很顺 所以我们要结善缘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忍辱 忍辱 一定要懂得去能够忍辱 忍住所有的一切 这些这些这些伤害 这些这些伤害 我们对我们的负面的 我们能忍了下来 我们就能够转逆缘 为善缘 好我们来看下面 教程如比丘当供养六万二千亿佛 然后就得称为佛 浩曰普明如来 应供正片之明行足善事事间解 无上是调育丈夫天人师佛 佛世尊 那教程如比丘呢 是五百阿罗汉的上手比丘 那他一样十号具足 供养六万二千亿佛之后 他就会成佛了 所以他是先这个别记教程如 先把教程如比丘 为上手比丘 我们先让他收记 那么下面呢 是在另外在别记五百比丘 五百阿罗汉 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其五百阿罗汉 幽罗平罗加色 前夜加色 纳迪加色 加流陀仪 幽陀仪 安六楼陀 弥以佛多 且兵罗 波居罗 周陀 沙且陀等 皆当得安六多罗三秒三不敌 静同一号 音乐普明 好 现在呢 这段就在收集五百阿罗汉 那么 先有几个先直接讲名字的先做代表 但事实上是总共五百人 那就是前面呢 这几个人呢 我们之前的序文有讲过 但是其中有四个序文没提到的 好 我们来看 其中加流陀仪没有提到 加流陀仪啊 还有 加流陀仪还有幽陀仪 还有周陀 还有沙且陀 这四个 我们前面序文没提到 那么这个加流陀仪 它是这个 它在 它在经典里面很有名 它有名在哪呢 有名在 它是 在戒律上 绿典上 很有名 好 因为它很多状况 佛陀因他而自戒 因了他而自戒 好 所以加流陀仪算是 很会 很会跑出很多状况的人 但是呢 他可能是 很可能也是个大菩萨 好 视线 让佛陀来自戒 其中呢 过五不时就是因为他自的戒了 过五不时啊 好 加流陀仪它是称为黑光 好 我们这里讲黑光 黑色的光 好 可能是他的面貌 皮肤 比较黑 好 那么佛呢 他为什么会出家呢 因为佛呢 他成到 八年以后呢 他的佛的父王 晋放王 他的佛的父亲晋放王 请佛能够回国相见 就是派 派这个交流陀仪啊 交流陀仪去 就派这个使者交流陀仪去佛陀那里 把佛陀请回国来相见 结果 他去见到佛陀之后 就 住在那了 就出家了 好 所以 他呢 他 本来是要劝佛回国的了 结果呢 他在佛陀那里 反倒到佛陀那里出家了 那么在佛寺的时候 他是六群比丘 里面其中一个 好 那出家之后他犯了很多过失 好 那么不非时时戒呢 他 不非时时 路聚落 这个 包括不非时时 也都是他 好说 制定下来的 好 不过他有个特色 就是圣文地址当中 他是劝化第一 劝化就是 让别人学佛 好 引导别人学佛 他是第一名 因为他的口才 好 以及各方面 他都非常 好 非常好 好 所以他所画的 这里 讲到说 所画夫妇 好 都能够见到正果的 就一千家 一千家 你看他这个是 真的是 劝化第一 好 所以这位 黑光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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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黑光尊者 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他才开始 没有那么 算 没有那么顽皮了 好 他就比较调幅了 就正大了 好 好 这叫加牛陀仪 第二个呢 幽陀仪 好 幽陀仪呢 他就是我们常提到的 幽波利尊者 好 幽波利尊者是持戒第一 他持持戒 他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很多律中的主识 都是奉他为初主 好 这是幽婆 幽婆仪尊者 他是奉他为初主 好 幽婆仪尊者在是 在 俗就是 还是俗家的时候 他的总性不是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总性 因为佛在印度的时候 他四种总性里面 他这幽婆仪尊者的 幽婆仪尊者的总性不是 他不是那种很尊贵的总性 那么他先去出家之后 就是他为什么会出家呢 因为他 他那时候是理法师 当理法 帮人家理法 那么理法的时候呢 听到旁边呢 有人在讲佛陀很尊贵 佛陀的法非常的好 那么他就 听到了 他就跑去出家了 他就很想去出家 然后因为在旁边跟他 就是在讨论的那些人 他是在旁边这样子是 好像偷听别人讲话 那听到人家在谈佛陀 他就生起了一种很想出家的心 那在讲话的这群人呢 他们要一起去出家 那群人又是最高的总性 就是最好的总性 那么他 那群人就决定要去出家 那幽婆仪听到他们出家 他也要去出家 他就偷偷地就跑了 就跑去佛陀的僧团就去出家了 那么 所以他跑得又比那群人快 所以他就先出家了 在佛陀僧团他就先出家 先到那个神团 佛陀就让他先出家 那结果没多久 没有隔几个小时 他们这个 这一群人就走到了 又走到 也出家了 那么佛陀就要他这一群人说 你们要跟前面先出家的人 一一要拜 鼎礼啊 一一要鼎礼过去 他有些就遵从佛陀的话 他从那个 第一个的上座比丘就开始拜 一个一个鼎礼 后来出家了 要从前面开始鼎礼 那 这个 因为他才刚出家 所以每个都鼎礼过去 鼎礼到最后一个 因为是优婆仪嘛 最后一个是他前面几个小时 才刚出家的优婆仪 他一看到优婆仪 你不是那礼法师吗 结果他拜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种性很低的种性 所以他就拜不下去 那这佛陀呢 他真的是一个大智慧者 佛陀知道他们心的那个慢心很高 他碰到优婆仪 他只是比他早出家几小时 他就得要给他顶你 那他拜不下去 那这时候佛陀就讲 他就说 他说 我们心中的慢心 才是个苦 才是真的苦 这个身段 才是真的苦 我们 我们别的苦不说 身段的这个苦 就足够让我们够苦了 就足够让我们撑了这一生当中 就很辛苦 所以身段放下 其实是很轻松的很快乐 然后后来他们就慢慢的 就肯拜下去了 整个就拜下去 这是优婆仪尊者的一个小故事 他持戒律非常严谨 精通律障 所以他是持戒第一 第三个周陀 周陀 周陀要跟下面的沙切陀一起讲 这个周陀跟沙切陀是兄弟 那沙切陀就是我们讲的周立盘多妾 那周立盘多妾 大家应该大部分都知道他的故事 他就是 他的智慧没办法 所以他跟他讲一件事情 他就忘了一件事情 跟他讲一段话 他就忘了 他就没有办法这段话重复一遍 周立盘多妾 可是他哥哥周陀很聪明 精通 只要几乎讲过他都记住 好 所以他还当小老师 在生团里面 他还当小老师 周陀 那这 但是周立盘多妾很笨 很愚钝 所以呢 周陀就常常 为了这个弟弟很笨 所以他就心里就觉得很 觉得很羞耻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要周立盘多妾 还俗 叫他还俗 你不要再生团 那意思是说 你这样好像 会 会丢这个哥哥的脸 那周立盘多妾很难过 哭了去找佛陀 那佛陀呢 就 就 叫他留下来 佛陀就个别教授他 个别教他 个别教他 那佛陀就叫他扫尘除寇 好 扫这个地 就叫他扫地了 扫地上的尘 然后除寇 让他去送辞 这个扫尘除寇 好 后来呢 再慢慢地教导他这些 一些 一些心法 怎么样子绝兆 就他正大阿罗汉 就正圣果了 好 这是周立盘多妾 当他正圣果之后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私下还是 就是 会跟他闹他 歧视他 最歧视他就是 比丘尼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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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 对他会很看不起 那么有一天佛陀呢 他特别就要 因为 要轮流去缩教界 半月半月 比丘神团要派一位 到比丘尼神团 去缩教界 缩教界 缩教界就去开始 好 要开始 那比丘尼他们 比丘尼神团要来请教界 好 那这个周立盘多妾呢 有一天 佛多就说 周立盘多妾啊 你这次 他们请教界 就你去了 好 你去跟他们开始 哦 周立盘多妾就很讶异 说我这么愚钝 不会讲话 我怎么开始 好 那这个 这个佛多说 我对你有信心啊 你就去吧 好 这个经典上我写到这一段 那么他就去了 就过去了 他过去了 才远远的走 走过去这个 比丘尼神团看 周立盘多妾就觉得 哎 怎么佛多派这位来啊 那大家都往后坐 面对对的周立盘多妾 听他讲课 那后来 这个周立盘多妾 周立盘多妾 他这个 所以修行就是修行 他还是很诚心的 跟大家开始 他就坐在法座上了 就开始讲法了 他讲法真的没有按照 一般的牌里出牌 他的讲法就是按照他 感受来谈 他说一切就是心 好 然后 我们呢 什么叫无常 他的无常 是用他的语言去表达的 好 这个树叶落下来 就是无常 好 那花落了就是无常 如果我们心傲慢 好 那个苦 好 苦到不苦 苦到很苦 好 我们的内心 观受心法这个苦 他也一直谈 无常就会生起苦 好 那一直来谈 慢慢谈 那这些比丘尼 就开始觉得不对 越来越精彩 他就开始慢慢的 本来是背对了他 就开始转回来 面对了他 好 后来那一场开始 就震撼了整个比丘尼神团 对他就起了很深的恭敬心 好 后来桌立盘多妾就回来了 好 那佛陀就很欢喜 很欢喜 好 因为佛陀的教育 这个佛陀教育 它是真的是那种 你从最高的根器 摄立佛 从最低的根器 周立盘多妾 他都能够因采释教 好 鼓励他支持他 然后包容他们 好 就让他们就一一都证阿罗汉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 好 那么他这个是 他们都 授记就是五百二罗汉 接得阿尼多罗三摩三摩地 他们呢 都同一号 近同一号 什么名号呢 就普名如来 好 好 我们看经文 二十四尊欲重宣此意 而说寄言 教成如比丘 当见无量佛 过阿圣其劫 奈称等正觉 常放大光明 聚足诸神通 明文片十方 一切知所尽 常说无上道 故好为普名 其国土清净 菩萨皆有梦 贤身妙楼阁 由诸十方国 以无上共聚奉献于诸佛 做事供养以心怀大欢喜 徐环本国 又如是神力 佛寿六万劫 正法助悲首 向法父悲世 法灭天人忧 好 这段是针对 教成如比丘 好 那么就是他 见无量佛供养之后 他就成等正觉了 好 那他一样 当然是聚足诸神通 明文十方 好 一切所尽 好 那故好为普名 那么在他国土里面呢 他是菩萨皆有梦 那么菩萨呢 全身妙楼阁 就是里面的菩萨呢 都 这个 那个楼阁都是 很 很 很殊胜的楼阁 一下子就能 飞升到楼阁上面 好 来讲经说法 那么他也由诸十方的国土 拿去供养 以无上的供聚供养于 十方的诸佛 然后这样供养的话 心就大欢喜了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寿迹 经常都讲供养佛 好 到哪里哪里供养佛 供养多少佛之后 他就成佛了 好 佛就是无上之福田 他是无上之福田 好 这个福田大家 一定要千万要有这种 好 这个有一天 前前前一个月吧 我们去 正好我那个车子坏掉 修车 旁边有一个海关拍卖的地方 因为修车很久 那我们就顺便进去看了一下 看里面很多佛像被拍卖 好 那你就看到一个灯很庄严 那个灯好庄严 我们在讨论要不要买它 来供佛 那么旁边有好几个居士 好几个就是不是学佛的 然后我们就是看到那个灯 说这个灯可以供佛 结果旁边的人就问我说 这为什么可以供佛啊 为什么要供佛 我就跟他们讲说 这个佛是无上之福田 我们要供佛 他们就理都不理 就转头就走了 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有些 那时候我最大的感触是 自己好有福报 我们学佛真的很有福报 在这个生死轮回大海里面 很多人他善根福的因缘还不够 可是我们却有这个 至少有这个概念 还想要用心去供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起这个庆幸心 我们学佛一定要有这个心 很珍惜 很庆幸自己是三宝弟子 所以你看到这里 做是供养以心怀大欢喜 然后虚于还本国有如是神力 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神力 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就像极乐世界就是一样 他就可以 我们叫往生极乐世界 你十方国土 你一念间就可以去供养了 所以你看他修的福德 善根福德因缘是非常的快 是极具的快 修这个善根福德因缘 那是太快了 所以有人说去极乐世界 你应该不会那么快成佛了 有些论点 我说怎么可能呢 那你就已经有具备了这么大的这种 这种因缘 可以去供十方的诸佛 那你的累积的福慧质量是多么的迅速 所以你的成就会非常的快 花开见佛物身 你的成就会非常的快 我们来看下面 佛寿六万节 正法诸备寿 佛的寿命是六万节 这个矫程度比就普名如来 那么正法诸备寿 正法比六万节有多一倍 然后相法也一样 要多一倍 那么法灭了天人就有了 这个法灭天人有 为什么法灭天人有 因为法灭了天人会越来越少 那天人就失去了这个福田 你世间没有佛法就没有福田 没有无上之福田 那天人越来越少 那剩下的天人也只有 只有越来越往下堕落的情况 所以法灭天人 他就忧了 忧愁了 好我们看经文 其下面是受五百人的别迹 其五百比丘次第当作佛 同号约普明转次受迹 好就是这个五百比丘呢 他次第当作佛 就是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会成佛 那么他都同号为普明 跟这个角成的比丘一样 都是普明如来 转次而受迹 就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在要灭盘的时候 他就受迹下一个 转次而受迹 我灭度之后 摩甲当作佛 就是每一个每尊佛 他在往生的时候 他都会讲说 我灭度之后 下一尊佛是谁 就像我们本师叫摩尼佛 他就受迹下一尊佛是弥勒佛 或是这一节里面的下一尊佛 那他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这一尊一尊的佛 连续下来是这五百比丘 所以这里要是这样看的 我灭度之后摩甲当作佛 其所化世间一如我今日 那么他所化的这个 这个国土世间的状况 也跟每一尊佛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善根佛的因缘 他们是联合在 连接在一块都相似的 他们因地上所种的因 也都相似 所以他才感召到佛的名号一样 然后他的国土也相似 那国土在讲下面经文 国土之言尽及诸神通力 菩萨生文中正法及相法 寿命结多少 皆如上所说 所以他的国土神通菩萨生文中 正法相法的这个法运 以及他本身的寿命 都跟九层如比丘一样 都跟九层如比丘一样 所以这个是 因为大家 因地上种的因都一样 所以这个果呢 也都相类似 这是五百比丘的寿迹 我们来看这个下面 佳设如已指五百自在者 于诸神文中亦当妇如是 其不在此会 如当未寻说 好 就是说 你们都应该知道 这个 这个 其他不在这时候的 所有的其他比丘 千二百罗汉的比丘 因为他只先授记了五百 比丘跟脚成奴 好 那其他的呢 也 也一样赤地 好的一样 他都是会成佛 所以呢 因为他们都不在 这个 这个 可能不在当 当时候的现场 那么就请 请他们代为跟其他 不在现场的人 来宣说 这个呢 是授记 这个五百阿罗汉 好 跟千二百阿罗汉 那么下面呢 就是来讲 这个五百阿罗汉 很欢喜 他们就自说一个辟欲了 好 就是这个 保诸之欲 系诸的欲 好 我们来看 而是五百阿罗汉 欲佛前得授记 欢喜 你勇跃 我等应得如来 智慧 而便自以小智为主 就是他们 当他们听到过 之前的批语 化成玉品 化成玉品 就是这十六王子 他代这个大通知圣佛 来讲法华经 那么这大通知圣佛呢 就是这五百罗汉 这千二百阿罗汉 在那时候 都是坐下的听众 好 那么 这地方他就在提说 他 因为今世 他还是这个罗汉根基 可是呢 过去生就已经中了 这个大圣因很深 所以他才讲 我等应得如来智慧 但是现在却便 而便自以小智为主 好 所以 因为过去 他是悔过之责 不知道 原来这个 小圣的果位 只是个化成 那么现在因为 已经听到化成玉品 所以他知道 原来过去生中 他是大圣根基 曾中过的大圣根基的 因在里面 那么现在因为 这个小圣的习气 所以佛陀呢 仍然是以小圣根基 先来接应 而后最后 涅槃前讲法华经 再以大圣根基 来接应他们 所以他这里提 我等常坐 识念智慧已得究竟灭度 他以为自己是 究竟灭度了 得这个阿罗汉以后 好 那今天呢 他才知道 其实就好像 没有智慧的人一样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下面的经文 所以这个 没有善知识开示 真的没有善知识开示 会把自己 以为就已经很圆满了 好 好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善知识 真的是我们的 那个福田 也是我们的 长辈是我们的恩田 父母 师长是我们的恩田 佛陀 他是我们的福田 好 如果善知识是 是一个证悟者 或是他是很如法的修行的 的三宝弟子 的出家众 他就是一个福田 好 像这样子 福田是百千万节很难能够遇到的 但是我们遇到的 我们遇到的时候 常常还是认为自己的智慧 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够了 所以自以为主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常常劝人家 一定好 要常常去听经文法 好 这听经文法会让我们的心胸 好 会越来越开阔 好 我们来看 先把下面的批语 好 我们来看完 这五百比丘呢 因为很很欢喜 踊跃 好 非常的欢喜 所以呢 他呢 因为欢喜是庆幸 他今天得到的 原来自己不是只是罗汉 未来是可以跟佛一样 好 再讲了这样子的一个批语 四尊 譬如尤人至亲友家醉酒而握 事时亲友观世当行 以物甲保诸泄其衣礼于之而去 其人罪卫都不觉知 其以游行到于他国 为一时故情力求所 盛大兼人 若少有所得便以为主 好 这五百二楼汉他们都一样都自说这个批语 跟佛都讲这个批语 他因为心里非常的庆幸欢喜 所以呢 他就跟佛都报告 这个批语呢 很有意思 他正好把这个他们的心情很圆满的讲出来 譬如尤人至亲友家 这个亲友就是指当时候的批语成当时候的十六王子 是他们的真善之士 那么醉酒而握是指亲友观世当行 因为醉酒而握就是那时候他的无名业障都还是很深 所以一下子没有能够那个烦恼能够没有办法断 好 所以他这个是形容他那时候的状况 那么十六王子不可能一直陪在这些人身边 好 那么情友观世当行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要十六王子 总是十方法界他有机缘成 哪个地方众生里缘成熟 他就要到那里去度化那些众生 好所以观世当行 观世他的比喻不是自己的事 是大宗事 好 那么菩萨也一样 你哪里的机缘成熟 他就要往哪里去 好去度化他们 好 以无价宝珠细其一礼与之而去 就是这十六王子要走的时候 那么他就把本师 就是把那时候大宗自圣佛所叫的法华经 那么再跟他们很用心的讲解 好 讲解完之后他们才离开 好 好 那这个就是无价宝珠细在他们的巴士田里 好 在很用心的细在这个 这个他们五百罗汉的巴士田中 好 好 那其人罪卧都不觉知 这五百罗汉都不知道 好都不知道 那这个他只是有这个大生之因缘 种的这个种子在里面 可是呢 他并没有把这个种子很用心的去 因为罗汉的习气太重 无名的这个习气也很重 好所以罪卧都不解知 其以游行道于他国 为一时故情力求所 甚大皆能 若少有所得便以为主 就是道于他国为一时故情力求所 这个就是在比喻 他以小圣之心 好在求解脱 好 那虽少有所得便以为主 就是自己如果已经证阿罗汉的话 那他呢也是就这样就以为 这样就够了 好 这个证阿罗汉 就是证小圣的四国八象罗汉 他们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好 这个是很容易以为这样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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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